Hello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 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警察和小偷的故事 有一个人呢,他走在大街上 我们把黑色的看为小偷 黑色化的小人看为小偷 一天呢他走在大街上 忽然看到了有一家卖鸡腿的店家 他很饿,他想过去买两个鸡腿 可是呢店家却告诉他 两个鸡腿要50元人民币 天啊,这太不可思议了 小偷觉得50块钱才买两个人民币 太亏了 于是呢他就趁店家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的把这两个鸡腿拿走了 拿走了之后呢他就开始享用了起来 不过呢这个店家他没有办法追回这笔钱 因为人已经跑走了 可是呢更过分的是 这个小偷在吃完这两个鸡腿后 他还去了别的地方偷东西 一个妇女呢走在对面的街上 一个妇女呢走在对面的街上 他吃完了这个东西 这个是小偷 这个是小偷,打在鸡尾面 小偷,这个妇女走在大街上准备去超市 买一点日用品 结果呢 这个小偷看到了这个妇女 这个妇女背着一个特别有钱的包包 那个包包非常的精美 于是小偷就认为里面肯定很有钱 这个妇女肯定是一个富婆 于是呢他吃完两个鸡腿后就过来了路对面 他跑到了这个妇女的后面 一把就抓走了她的包 飞奔出去 然后呢妇女发现了 就立刻追着啊 喊呀抓小偷啊抓小偷啊 可是呢妇女毕竟跑的没有这位小偷 小偷是一个男人 妇女跑的肯定没有小偷快对不对 于是呢幸好妇女的手机在手上拿着 于是他就抱了紧 那么接下来怎么样了呢 妇女抱紧后呢警察 我们用红色的 我们用红色的来画一个警察 警察呢戴着一个帽子 警察戴了一个帽子 这个呢是小偷 这个是小偷 这个呢我们用蓝色的来表示妇女吧 于是呢这个 妇女来到了警察局 警察局警察就一直追着这个小偷跑 可是小偷实在跑得太快了 警察差点都追不上了 好在警察人比较多 立刻制服了这个偷钱包的小偷 于是呢 钱包又还到了这个妇女的手上 警察继续进一步的深究这个小偷才发现 他不止他今天不止偷了两个鸡腿和这个妇女的钱包 他之前还在很多地方偷过别人的东西 甚至到别人的家里面去偷过东西 于是呢警察把他做过的事情一一列了出来 后来呀才发现很多人都被这个小偷偷过东西 可是呢他们没有办法去找回他们失去的东西 好在警察呀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团体 他们追回了这笔钱以及失去的东西 这位妇女非常感谢这个小偷 给了他很多奖金以表示感谢 可是呢警察没有要那些钱 为什么 因为警察是为人民服务的对不对 他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他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人民 为了人民的利益 为了人民的利益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妇女后来没有办法 只能让这个警察 只能请警察吃了一顿好吃的就走了 这个小偷呢被警察抓回去 在警局里面关了一个月之后就放出来了 可是啊这个小偷死心不改 他还是要出去行窃 这一次啊他偷的可不是钱了 他是拿刀子杀人的 为什么他拿刀子杀人呀 因为他偷东西结果没得逞对不对 然后那户人家就反抗 这个小偷情急之下就拿出了刀准备砍人 可是呢幸好警察呢 当天值班的警察在那家小区门口巡逻 然后就发现了 当时有四五个警察 四五个警察一一把他支付了 一下子就把他支付掉了 可是呢事情已经发生了呀 那户人家已经有受伤的人了 那怎么办呢 就赶紧送往医院呀 对不对 送去了医院 我们来用蓝色的笔表示医生 护士对不对 这个护士呢就给那户受伤的人家 做了紧急的手术 然后他们就恢复过来了 护士和医生为了救那户受伤的人家 花了很大力气 他们一天一夜没有血洗 那么为什么医生和护士 要这么竭尽全力去帮助那户人家呢 其实啊 医生护士的本质和警察的本质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的健康牟利益 为人民的财产牟利益的 所以说我们要尊重警察 以及医生护士这些行业的人 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 我们才能这么安心安稳的生活 我们要对他们心存感激哦 我听到了 您的质区 我是您的质区 请問下 您的质区